我会希望怎么样 可以把它合并回来 变成一个全部又合并回来的一个结果 那合并的东西因为这个概念差不多 所以我大概demo一下 我把这个删掉一下 我们会用到也是一样 FireDialog这个非常好用 FireDialog除了可以怎么样 可以抓目录 就是你要合并的目录在哪里 也可以在这边增加一个FireDialog 里面用什么 这边是叫FirePicker 就是这边我们是有一个Save As 本来是FolderPicker 选那个目录 现在也可以选什么 你要存成哪个档案 所以基本上你会想把它储存一下 那我第一个先选什么目录给它 按确定有没有 他先第一次要一定要先存档 存档他会用Save As 这边那我把它存在哪里存在桌面 名称叫Auth 所以Safe 他就存一个档 然后他就帮我Add 有没有放到后面去 所以基本上我是用什么Copy Copy前面是后面是没有After 或Before 这里的话是After 在他的后面继续Copy 所以当我这个事先判断是不是第一次 如果不等于第一次的话 那就第一次了 第一次的话就Copy 第一次就是我Call一个新的工作簿 那之后的话你把它存档存起来之后 后面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怎么样 就是Copy到什么呢 After原来的那一个后面 然后一直存一直存 所以这边E的话呢是第一次了 所以这边我如果存完 那就等于E 用这个I这个变数来控制说到底是不是第一次储存 当然这边你也可以改成True或False OK就是如果第一次 那我就用什么Copy一个新的 然后呢告诉我存哪里 先把它存起来 先关先把它那个新的档关掉了 后面的档的话呢就直接跑这边 然后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这样的话呢打开来 所有的东西呢通通都会在这里面出现 它又合并回来 所以如果像学校分出去每个班级老师 自己看自己的 那你们都寄回来 我把它一键按下去 全部的又合并了 那教务主任校长就可以看全部的 不然的话以前你光要做这些事情 没有用一些自动化的手段 那你可能就要慢慢来慢慢来 浪位时间 OK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这一期课程很快就结束了 当然我讲过 我的课程还是会有一些新的东西 那之后的话呢也会做整理的 也许会还是会放在像部落格 或者我的YouTube频道上面 所以我们这一期有八次的录影 还都会在网路上面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不是永久 你不要隔几年之后跟我讲说 那些东西跑哪里去 尽量还是自己有时间备份一下 另外的话呢尽量还是一定要动手 花一点时间 你也许可以把我的东西当一个范本 但是细节部分变成你可能要自己拼拼臭臭 OK那如果真的还有问题的话 当然也欢迎各位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 不过那个问题可能稍微具体一点点 你看到什么差什么地方 也许我可以点你一下 OK对不对 像刚刚有没有 很多地方我发现 其实网路上怎么会要写一堆东西 其实不用写那么多 写一点点就可以了 好 OK